欢迎收听潜能无限 潜能无限是一个为爱好潜水的你专门录制的podcast 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能让你知道更多潜水的大小事 如果你还不是潜水员 这也是一个可以让你了解潜水百态的机会 准备好了吗 节目就要开始 跟我们一起探索你的无限潜能吧 那这样子就除了电脑宝这种安全装备之外 还有什么样子是会有安全装备上面那种考量 或是可以考虑先入手 你这是两个问题吗 一个是要在意的东西 我会说轻装来讲 除了挖血之外 其他几乎都是你爽就可以了 挖血 我有个朋友最近在抱怨挖血很难踢 他的挖血是训练挖血啊 我能说什么 就就 你知道训练装备对我们来讲 他讨厌到丢在海里 我知道我知道 我们还是要把他捡回来啊 就如果你已经开始会对挖血有好恶 那代表说你已经到了下一个下一个level了 你会开始想要去挑一个自己会觉得可能看得舒服 然后踢起来也也可能是轻松或者踢起来感觉就是那个力量的回馈是你满意的 那个其实是代表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level了 就人家不是讲什么剑山剑山是山剑山不是山然后剑山又是山有没有 你已经到了剑山不是山的等级了 那我承认我承认训练装备他真的就只是为了做训练的装备 他没有办法说呃 我不晓晓你们挖血有没有去稍微study一下 有很多人讲什么呃 baracuda 缩鱼 或者是什么muxx 对挖网极致挖网类似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通常你在训练装备上不容易看到 原因是因为他的成本比较高 对 那但是你去这个海边看 几乎不会看到有潜水员他自己的装备是用训练装备的 嗯 对不对哦 那他可能也是买什么什么supermux啊muxx啊 或者是baracuda挖网极致挖网啊 oms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 对那不是没有原因的啦 GT 呃GT对最近也还蛮蠻红的对对对对 这个名字听到就 嗯好那所以我的我给你的建议是 如果你已经开始 不再适应训练用挖斜的时候 也许对你来讲 就是也许你要开始去寻一寻就是市面上 你喜欢的挖斜了对 包ARY Obviously 可是教练有个问题对 因为像挖斜 Nove want con 不会像面镜一样就是你可以当场这样死 就是挖斜的话那时候挑你的ש want 挑你的选择是什么我 tea 我可能比較願意相信的是口碑 口碑 對 比方說像我第一雙挖鞋是分岔挖鞋 那是那個時候Editor Choice 就是说哇多厲害多輕 然后跑得多快什么之类的 我就买了 买了之后我在还是小菜菜的时候 我也觉得它很棒 然后呢一直到我遇到我师傅 然后去墾丁潜水 他就把他身上穿的那双挖鞋丢给我 说你试试看 他跟我交换挖鞋穿 然后踢完之后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就类似像自行车的高速挡跟低速挡 低速挡你要踩很快嘛 但很轻嘛 对不对 高速挡你踩比较重 但是它会跑很快嘛 对 那挖王的感觉跟分岔挖鞋的感觉 大概就像这样 那所以我跟他踢完之后 就潜一只在沙倒 然后呢结束之后我就跟他讲说 嗯 师傅帮我叫一双挖 然后我分岔挖鞋就放到一边去了 他也当了一阵子的训练挖鞋 可以给我了吗 一年后一年后中被renew那一次吗 这个是财富 财富自由的表现啊 教练我可能没办法啊 呃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 我会入迷这个活动了 那与其让自己很辛苦的在玩这个活动 我为什么不让自己舒服一点 是吧 哦 我 我 你终究是要开poche了 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 因为我是一个 因为我曾经是一个科技宅 所以我的生活就是电脑 对 没有其他任何的户外活动 嗯 对 那接触潜水之后 我的个性跟我的一些 生活的方式有改变 对 那我不觉得这个不好啊 我觉得这不错啊 然后所以就就就就就就 就一头摘下去了啊 嗯 对对对对对 所以对我来讲 这居然是我唯一的嗜好 那为什么我对自己不好一点 可不如多买几双呢 哈哈哈哈 没有啦 多买几双 那是后来就是变成教练之后的事啦 没有啦 你多买几双是让我们试一下 哪一个不比较好提啊 哦 我觉得郡伟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不可讳言的啦 因为我们不会去把所有尺寸都背齐 所以你 你 我的尺寸跟你的尺寸差太多啦 你是S号 我是XL 这你怎么可能试得了我的 对 那男生比较容易试啊 对不对 而且 很少有教练会把所有一线的 那种主力挖血 通通都背一套给学生试啊 所以我知道大部分 他们要考虑的时候 会到处去找认识的朋友借 借来试看看 泳池 或者是真的是带到海里去试看看 那如果你的教练 他正好有你喜欢的那双 那也很好 可以就可以直接试 但是那要看机运 不一定每个教练都那么厉害 可以就是市面上流行 那十几套通通都背一套 然后给你们慢慢试这样 教练你是吗 对 那我的教练他有吗 刚好 你 不是 现在重点是你要 对啊 你要 你想试什么 你想拿双 他明天就去买 我开个 我开个清单 怎么可能 教练我想提看看固有的GTV 可以吗 不行 教练你觉得你现在有的挖血里面 有没有适合我的 有 有 可是挖血这种东西真的 一开始我那时候买的时候真的很难挑 就是你没有好比较 然后 曾经就是中间 就刚好遇到认识的人 就会想说 踢看看 踢看看塔的 你心里就会有个底 就想说 嗯 这感觉 你手摸 你去摸嘛 你先去用摸的感觉 这种弹性 在下面的时候 再去踢看看 这种弹性跟他随下踢的表现 差不多 match之后你就会觉得 你就会去选其他挖血 那时候你就可以去比较说 哦原来 差不多这种弹性在随下踢 应该大致上就是这种感觉 对 如果以推进力 或者是扑面的那种材质来讲的话 通常我会比较注重这一点啦 对 因为有些扑面太软 他推进力就不强 所以 你又没有那么多挖血可以去踢 所以大概就是用这种 比较的方式 我其实有就是 跟base遇到类似的 我在挑装备的时候 其实不管挑哪一个装备 就是面镜啊 什么防寒液还是什么 都会遇到类似的就是 我不知道他到底适不适合我 对 所以我其实在挑的时候 一直都很害怕 就想说 哎我花了好几千块 然后结果到海下 反而不适合我 对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口碑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像大家都跟我买一样的面镜 就是因为朋友用了这个 有口碑 所以我才会跟朋友买一样的 那挖鞋我觉得有点困难 就是我们刚出学 然后其实踢不太出来 到底 到底长什么对 所以挖鞋我就觉得很难买 所以我到现在还没买下手 呃 你的状况就比较容易解释了 你的状况现在是剑三还是三 你还没有到剑三不是三的等级 还没有到base的等级啊 对 所以你可能不会对训练挖鞋 会有太多不一样的感觉 就他还反正就可以踢动嘛 对 那只是你现在心里面有一个想法是 你想要买一双自己的挖鞋 只是你不确定你要下手哪一双而已 对 那剑三不是三的状况就是 你已经很确定这双 你就是很不喜欢了 但是你一样 因为没得试嘛 所以你也不确定 到底适合我的是哪一双 但是你已经知道 他不对了 对 那是两个不一 那还是两个不一样的状况 诶 那再进阶一点 剑三就是三的那种 那种level 又是怎样的一个 买挖鞋的那种 好 剑三又是三那个时候呢 挖鞋对你来讲 都是身外之物 任何一双挖鞋 你都可以拿来踢了 还是可以不用穿挖鞋踢 那是没可能诶 那时候你可能要买一台水推 所以我们把挖鞋讲完了嘛 花了有点久的篇幅 有点长的篇幅 接下来我们来讲 安全装备嘛 第二个是在讲安全装备 对不对 对 好 那安全装备 以整个潜水的所有的轻重装备来讲 有几个东西 跟命是有关系的 第一个调节器 第二个BCD 第三个电脑表 所以轻装扣除掉挖鞋 这是你个人感受的问题 或者是提动效率的问题 但是除了挖鞋这件事之外 你的面镜 你的防寒衣 你的套鞋 它都只是一个 让你舒服或者是好看 好 这样子 那BCD跟 BCD调节器跟电脑表 电脑表我们刚刚也稍微讲完了嘛 对不对 反正不管多便宜 不管多贵的 它电脑表一定会给你的功能 它不可能不给你 你可以潜多久啊 你现在深度啊 你还可以潜多久 然后什么 什么 深度啊 上升速度警告啊 那些的 不管多便宜多贵的 都会有 那剩下的就是其他的 你想要什么功能 无线发射 对不对 彩色萤幕 中文字 蓝牙传输 声控 呃 有GIF的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有没有神控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神控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神控到底是要干嘛 你在水里让的仙人发出声音才有用啊 对 所以电脑表这个东西 就是你不管买哪一个 只要是稍微有牌子一点的 就是表 它基本上都不至于太离谱 好 那 呃 调节器跟PCD 那 调节器 呃 之前你们应该课本上都有 都有看过嘛 就是什么呼吸主抗小 输出量大 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就是你呼吸会轻松嘛 吸的轻嘛 对不对 然后你浅的比较深的时候 你总不会希望你浅的深 然后你的调节器就越来越紧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呃 或者是火塞平衡室这种的 好 那 其实这种 这种满足这种条件的调节器非常多啦 好 那包含进口的或者是国产的都有 好 那 呃 所以第一个先满足这样子的 的需求之后 就是输出呼吸主抗小输出量大之后 接下来就是看你们想要的 呃 你将来想要拿它来做什么用 比方说 你们有也许有些人会想说 诶 我以后 是不是会学个测卦 或者是 会 也许啦 有一天你可能会想要开始接触激素潜水 假设 如果你已经开始在想这种事情了 那你的调节器 在接头的地方 也许 你可以考虑 买 比方说它有 它在中压的那个地方 它有五个洞 然后可以旋转的 哦 那这个以后如果你用测卦 也许 会方便一点 那又或者 如果你想要 接下来会有从事 呃 技术潜水啊 玩双瓶啊 这种事情的话 那你的调节器 它是定头的 也许 会让你将来 在接触的时候 可以省一些些钱 他们脸上满脸疑惑 什么是定 什么是定头 他已经开始问号 问号 所以 所以他们现在的表情 就 让我知道 他们现在还是见三四三的状态 我们登出啦 对 所以呢反正你们只要记得 呼吸阻抗小 输出量大的 哦然后呢 呃不需要买到最顶规的 但是 呃我所谓的最顶规 就是说买市场上最贵的 但是我会强烈建议 只要你预算还够的话 你买你那个牌子 最高级的 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做最高级 就为什么他是 这一个品牌里面最贵的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所有料都上顶 功能最多 对 那你们的命重不重要 差个两三千块 懂吗 差个两三千块 有必要省那个吗 不只吧 不只两三千吧 呃我是说 一跳就很多 不是 我是说 那个牌子 它的调节器的组合 它的价差可能 不会超过 从最入门的到最高级的 可能一般来说 不会超过一万块 对 你们的命有 有值得神那样吗 对不对 因为呼吸是我们在潜水过程当中 会一直进行的事情吗 对不对 那你为了便宜那几千块 结果在水里面就一直觉得很困扰 就何必 是不是 对吧 所以我才会建议你们 如果真的你们有要买的话 去挑那个 你喜欢的那个厂牌 它最高级的调节器 对 这是我的一点点小小建议 嗯 嗯 嗯 好 好 然后BCD 好BCD BCD BCD基本上 呃 背包 对背包 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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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呃 你要挑的背包呢 它的浮力要足够 浮力 好让你可以浮在水面上 比较轻松的 好那我个人的一点小小的观点 可能有一些 听众他不太认同 挑小的 我觉得 不是太聪明的一件事情 我也不能说他错 因为毕竟也有人买小的 但是我的观点是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然后他能够让你很舒服的浮在海面上不好吗 嗯 对 那当然你不要小到一个太离谱的状态 就浮力太小啦 好 但是如果你浮力追求太大 对你也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浮力大代表你那个气囊会很大 然后你在水里面 你会很很晃很飘 你的中心浮力不一定会很好做 适当就够了 大概 约莫在二十几磅以上 四十磅以下 差不多就很OK了 对 然后不要尽量 我的观点是尽量不要挑二十以下 然后四十以上的 对 那个就会有点过小或过大 对对 刚刚这个讲的这个二十磅到四十磅 是不是也是跟个人的体重啊 这些有关系 也会有关系 也会有关系 那我们上课用的那些都差不多是几磅 二十几到三十 对 但是我觉得 大家会有一个 买如果买BCD的话 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到底是要买背心式的好 还是要买气囊式的好 这个我就会建议你们真的自己试试看的啦 因为 呃 我的学生 我这两种都有嘛 然后 然后 这两种装备我都有 那 我也听过 不同学生他们的feedback 那 有些学生他喜欢背囊式的 因为觉得不会被挤压 BC充气的时候不会被挤压 呃背包充气的时候不会被挤压 然后呢 也有一些学生他觉得他不习惯用背囊式的 因为他喜欢 背心式充气的时候会有 压缩的那种 被女朋友抱的感觉 会有被男朋友或女朋友抱的事情 都有人讲 所以我也不太好说 对对对 但是 呃我建议你们都可以试试看啦 那 呃前一阵子有一个蛮热门的 在教练圈子里面的话题是说 你非得要用背心式的来上课吗 呃这个 这个可能 呃有一些教练会知道啦 那学生可能 潜水员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回响 因为 这跟他们 没有那么切身的关系 但是跟我们准备训练装备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 那那篇文章最后的结论就是 你自己都在用背囊式的 为什么不可以用背囊式来教学生 我基本上认同啦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 比较保守的系统 他们 会不认可 但是 呃我没有 我无意引起 引发这个 这个论战啦 但是 我自己是Buy in那个 那个 那个论点 所以呃我并没有 跟你们讲说背囊式一定好 或者是调整式 或夹克式的一定好 那我觉得你们都可以试试看 然后挑一个 你觉得你最喜欢最舒服的 嗯 那还有吗 教练我想问一下 潜伴那个小潜伴在哪里可以买到 哈哈哈哈 什么叫什么叫小潜伴 什么叫小潜伴 小潜伴啊 就是包包后面他会钓一个小吊式 加笔 加笔有啊 吊式 那什么 鲸鱼 大人鲸 我都常看到很难看的啊 假很假 他想要疗愈小物 想要高高级点 那个那个 你看到很难看的可能是 山寨之后的东西吧 对 你可能去挑 对 就原本设计公司的可能会好一点 叫个迪士尼系列的啊 迪士尼好像没有吧 那个要授权的呢 好哦 所以你看到的都是山寨 对我看到眼睛都很大 皮卡丘长得很假 皮卡丘也要授权啊 应该不容易吧 他做的不是皮卡丘 他只是长得很像皮卡丘 眼睛很大 我 我 我好像 通常比较容易找到的 应该都是一些海洋生物吧 海洋生物 对啊 卡通人物可能 比较难 对啊 就这种东西啊 对啊 对啊 大到不舒服 那其实等下我们能够浮起来的 应该都可以 有些人 有些人会买那个 或捡那个小的那个浮球啊 自己去彩绘啊 海飘 海飘的浮球 对 我觉得 像你有艺术底子的 也许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啊 也许你做出来的更漂亮 而且是 而且是only one 而且是only one 好 那还有什么 对装备 的一些问题或讨论吗 有什么 有什么潜水小物是可以买的吗 潜水小物啊 这什么 这什么表情 潜水刀 David教练可能最后买阿波罗而已 他买阿波罗完就没钱了 怎么可能 他都买第二副阿波罗了 潜水小物 我 我不是 我 那 那福利袋要怎么买 福利袋什么颜色都可以买吗 但是 我要讲这个之前 你们知道福利袋是什么东西吗 卡拉知道啊 卡拉也有打过福利袋啊 虽然卡拉忘记了 福利袋现在很多种类跟颜色啦 那以运动潜水来讲 就是你舒服你喜欢就好了 但是就是 以前最传统的福利袋它是海军橘 就是这个颜色是特别的色卡 就如果你有你有在玩 Pentone的话 它是一个特殊色卡 就只有这个颜色 其他不是叫海军橘 为什么要叫海军橘 你们都看见过海军橘 就是穿在那个海巡身上的那种橘色衣服 那是海军橘 为什么要叫海军橘呢 因为以往那些水手 穿这样子的东西 他就他不小心落水的时候 这个颜色 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 就是说 呃 你摆十种颜色 然后其中一个是海军橘 那 海军橘最容易被发现 所以当有人落海 或者是有需要救助的时候 这个的生存率是最高的 对 那 这也是为什么福利袋一开始设计成海军橘 那 但是后来陆陆续续有一些其他的 粉红色的啦 黑色的啦 黄色的啦 之类的福利袋出来 那 当然就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喜好 甚至上面有什么Nemo啊 还是什么 就很像Nemo的 但是不是Nemo的那个Nemo 对对对对 好那 呃 但是我自己我是比较old fashion的啦 就是我比较老派的啦 所以我的福利袋 我几乎 不会挑别的颜色 我还是挑海军橘 因为我就在想说 这东西是安全备备 难保有一天 我会用到 那其实我是真的后来有用到啦 虽然人家还是没有看到 对 那但是 哈哈哈 但是 但是基本上我还是比较old fashion 所以如果说你问我 或我自己在卖的 我是没有卖别的颜色啦 对 因为我相信这个东西 它在需要的时候 它要拍上用场 对 但是我也不能说其他颜色是错的 对 那你们 那你们 你们会 你们在清水的时候会戴手套吗 是 在欧巴的时候有上课说 一开始可以不要先戴手套 哦 好吧 那这个就不讨论 哈哈哈 其实我原本有想要买手套 因为我 船潜过几次 然后抓那个绳子 然后都会很刺 就是上岸之后都会很刺 不知道是被 拍照 还是什么水中生物刺到 所以我原本一直一直很想买 但是我想说 我最后还是没买啦 想说 我以后 就是进阶道不用抓绳子 我就不用用手套了 对 呃 这这可能 这可能是我在欧巴的时候 把话讲太重的原因吧 嗯 在世界各地有很多 很著名的潜点 他基本上是不让潜水员戴手套的 这我在上课的时候讲嘛 那所以我会鼓励你们 尽量想办法去适应让自己不要戴手套 但是我漏讲了一句话 就是呢 你们手套有的时候要准备 就是真的需要的时候可以用 比方说像你刚下潜 你说被刺的很不舒服 或者是红肿发痒之类的 那个时候你需要戴手套 但是呢 呃 我所我所谓的不要习惯戴手套 是因为你们戴的手套有可能会乱抓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自己是已经习惯不用戴了 但是 我有的时候 在水里面遇到一些 真的很机车的状况的时候 我心里面也会想 我要是 有一 哪怕一只手套 我可能都会 状况会好一些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还是由衷的 希望各位尽可能的 备而不用 不要说有手套每次都拿出来 啊 但是状况真的不好的时候 比方说 你要抓下面的石头 或抓珊瑚 不是珊瑚啦 抓那些岩石 因为流很大 你踢不动 那个时候 如果你有手套 你就会很庆幸 啊 我最起码戴了一只手套下去 对对对 但是如果不是那么极端状况的话 我会希望你的手套 留在你的口袋里面 对 这样子才可以确保 你不会去到处乱抓 好吧 还有什么 哇 这一个我看大家真的是 比较有 心虚 看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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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的会 看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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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像从来没有听过 我跟你们讲过 需要用到这个东西 对不对 有吗 我有跟你们讲过吗 还是AO AO 我应该几乎没有跟什么人讲过 就是要买这个东西 不知道是你还是Mars 说建议可以买欸 Mars Mars 我没说 我没说 你讲Mars 讲贤哥 我都会相信 就是他们讲的 建议第二 第一第二顺位就是这个碳棒 对 为什么 他说如果 你想要 就是 就是 就是你可能想要抓 抓石头的时候 你可能会吃到手 那你那时候用碳棒戳着就是比较好 或者是流很大的时候也可以插在沙地里 就不会被嫖走 你真的有插过吗 没有 我抓人啊 我有插过 我如果有手套 我宁可不要插 因为那个杠杆原理你其实真的不好插 你插了之后 插了之后 你很累 因为他被杠杆了嘛 就你插下去 然后他有流嘛 所以变这样子 你很辛苦 如果你是戴手套 这样抓着 你很轻松 哪怕我没有戴手套 我是用三只手指手勾着 我也会比插那根轻松 那根 好用 我用那根的原因 第一个我要发声 我要发声 然后第二个原因 我要找东西给你们看 有的时候一小东西 我不可能用手去拨它 我也 我没有戴手套的习惯嘛 所以我用手去拨它 我自己有可能会被珊瑚吃到我干嘛的 所以我用那个 你看到我那个棒子有三根 大中小 有三根棒子 我的黑洋棒子有三根棒子 那它就是如果遇到小东西 我就拿最小的碳棒出来挑 如果再大一点的就是中间的 如果很大的我就拿最粗的那一只 对 所以我 我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是必要的 所以我很少会跟你们讲说 你们可以优先考虑要买这个 对 那 你如果 你某一天你会突然觉得你自己想要 那个时候你再去买 但是它绝对不会是你 头几个 Must 欸 叫什么 Must buy的东西 对 它是Nice to have的东西 但不是Must to have的东西 对 也没有到最重要啦 因为我说你拿它如果拿它顶流 千万就是一个非常 我有一次就是 想说它顶流 然后就插在那个岩石中间 哇 够稳了吧 插在沙地还会跑 插在岩石中间就不会跑 就一插一用力就弯了 对 那你如果真的要拿它拿来 顶流的时候可以用的话 你还要考虑用不锈钢的 你不能用鋁的 好那 没了喔 好OK 好 那以上就是 呃 关于装备的一些QA时间喔 欸好奇怪喔 原本我们只是在讨论怎么样 购买装备 结果到最后变成是 在 对 那个 怎么会变成在听教练在那边 对 碎碎念这样子 好啦 呃最起码这是 真的是比较多人 有有有兴趣的 那个话题啦 那 呃也许今天我们并没有把所有 所有听众朋友想要知道 的东西都聊完啦 那但是 呃如果听到朋友有什么 对我们的回馈啊 或者是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东西你不是很认同 也欢迎让我们知道你的观点 我无意引赞啊 但是就是 大家分享 教学乡长 哦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也想知道的东西呢 也欢迎留言或者是私讯我们 让我们知道 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一些访谈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把它 呃放进去 哦 好 那潜能无限这一集就到这边咯 那谢谢各位 新科潜水员的参与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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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